神韵巧逸 柯景中创作展今天在彰化工艺展览馆举行开幕式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会献上祝贺并表示 柯景中老师钻研装佛技艺 长达40多年载 擅长传统人物 佛神像雕刻 七线雕 彩绘等创作 很难得这次在古色古香的鹿岗 展出柯景中老师精心准备的22件作品 结合创作40多年的传统工艺和创新的对话 让大家透过展览 了解庄佛技艺功法 进而对传统工艺产生兴趣 展其自己日期至8月11日 欢迎大家前来欣赏庄佛技艺之美 即日期一直到8月11日在我们公益展览馆 就是我们鹿岗的鹤漆别墅家 有做出柯景中老师的电纜 柯老师从13年开始做雕刻到现在有40多年的留宿 可以说对雕刻的执着 以及它的工序都非常重视 分别在我们100年5年至113年 分别在到中华官的公益保存者 一项是征服 一项就是我们的纸帽 非常不简单 龙总传出22件作品非常精彩 欢迎我们的乡亲爱好爱好我们这个艺术文化的朋友们 可以利用我们这段时间来到8月11日之前 可以来鹿岗 晚上来看这个先来看老师的展览之后 晚上继续留在鹿岗吃吃小吃 然后欣赏我们小镇光影艺术节 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灯的一个这个展示 来这里的电纜有22件作品 其中主事节进来 就是这间就去年的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A加设计公益类的金讲的作品 所以我用整周的头前这两件是 在我们公益中心的台湾公益竞赛里面得过陆选奖 这间作品就变成主事节 这间作品是我们扶成 传统公益竞赛第一届第二届的作品 木雕类的作品 所以把这里面的东西有很多 包括这间 这间作品是我们讲这准备 包括招牧是我今年的 技术保存作品的问题 他这间的特殊 他把所有的 公益的依赖的整家做八十亿 我们的七线是両兰塔架 是我们七线这天花板 做到最多的公益都在做这间 整地茶去凋却 去做八十亿出来 再做完毋式 因为做完毋式是不能去有顺床 茶就是不能去顺床 这道路都要很注意 所以是万公出秀 这有法度做完毋式 去做插床 这是我特有的公法 就是用现代的表现 用传统的工业 去结合起来的一个 整部的一个工业 这个部分是我的特别的特色 这个搭配我的床帽 变成把这间作品是最完整的 就是整部跟床帽 都在这间里面都看得到 在欢迎 这个电浪期间 欢迎各位 有时间过来六天 走一走看一看 看电浪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十二部帽 有十尊 因为帽子就是代表 我们母性的慈爱 帽子 教育子 他是主生年年头前的四省 但是我给电影就是 我们母性的光辉的慈爱 一个部分的展现 大家可以做参考 来这里观赏 谢谢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